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期的原创求知营 我们第一期结束之后呢 收到了很多的感谢信 在第一期我们送走了将近100位学员 其中很多后来找到了好工作 都给我们专门有发感谢 还有一位呢 被我挖到了我们公司 到现在都是我最满意的同事之一 所以我就跟我的团队说 求知营一定要开 因为它真的很有价值 关于怎么找工作 有太多人是迷茫和盲目的 我在为你莫属的时候就经常感慨 那时候我做嘉宾嘛 我要负责点评选手 我就跟导演说 我说能不能给那些选手一点点培训 因为他们在上场之前 哪怕接受那么一点点求知培训 他们就不会表现得那么差 就他们就知道就是老板到底要什么 自己在台上在找工作的时候 到底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 到底怎么样去谈薪资 到底应该怎么去表现自己的优势 这些他们通通都不会 所以很多人的求职就以失败告终 这个不怪大家 关于怎么找个好工作 我们在大学根本就没有学到 可能你会觉得有疑问 说原来姐 我在大学上了四年 对吧 我学了四年的专业 你跟我说 我这些专业不能帮我找个好工作 是这样吗 不完全是 你在大学学了四年专业 你有一个文凭 这些可能会帮你找到一个好工作 但是实际上 真正的工作能力和找工作的能力 还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他有工作能力 但不见得有找工作的能力 这就好比什么呢 有些女孩很好 她不一定会找到一个好的对象 她可能找对象的方法就不对 所以最终就在人渣当中挑了一个人渣 很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找工作是一样的 你实力强 你不一定能找到一个高薪的工作 一定要学习怎么去找工作 这些恰恰是学校没有教的 学校只告诉你 这些知识 你可能在工作当中会用到 教你一个专业就完了 然后到了大四以后呢 你就开始自己投简历 瞎投 对吧 然后最后接受了一份 反正人家要我 我看着工资也不错的工作 就直接开始了你的职业生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由于没有学习 怎么样找到一份好工作 所以最后 你找到的那个工作 一定不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内 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可惜的 我就坚持 一定要去开这个求职营 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好工作 是我职业生涯成功的开始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大家一定要来上 这个求职营的原因 第一 你一定要有找工作的能力 否则的话 你不知道怎么样 为找一份好工作做准备 你不知道该找什么工作 你不知道应该在找工作之前做什么 你们也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双方谈妥了之后 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谈心 最后拿到了多家offer的时候呢 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选 就很容易导致你第一份工作是失败的 你就会浪费两到三年的光阴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来上求职营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呢 就是很多人在找工作的时候 没有职业规划 你发现了没有 他就是随便找 他感觉应该在这个方向找 然后他就去这个方向投 然后最后呢 就是从那些在招聘的公司当中 找一个要他的 他可能就去了 他没有任何职业规划 又或者说他在最后拿定主意 去哪家公司的时候呢 就直接挑了一个薪资高的 或者是挑了一个距离最近的 就他挑选的标准也是不靠谱的 他只会考虑当下这份工作 他不会想说 我到十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我要不要为二十年之后的职业发展 去做准备 这些想法通通都没有 所以我说如果没有职业规划的话 你就等于是在没有终点的情况下去奔跑 你说这个可怕不可怕 人家都说选择比努力 有时候更重要对不对 我的同学里面有低学历起跑的 到最后成为公司的这种副总裁 或者是成为外企高管 他们的这个薪水是在逐步上升的 因为他的职业路径规划的非常好 他在整个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一年是浪费掉的 正常来讲呢 我们的职业生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叫探索期 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呢就是学习 你一定要为以后的职业发展去 积攒充足的燃料 第二呢就是你必须要找到 合适你自己的位置 你更喜欢做什么 你的优势在哪里 你一定要在这个探索期 赢在起跑线上 这个阶段大概要持续个几年 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聚焦起 在这个阶段呢 就是不会来回乱世了 就是你一定要就是盯准自己的甜蜜区 什么叫你的甜蜜区 就是你的优势所在的 你热爱的和这个世界所需要的 这三者之间的一个交集 就是你的甜蜜区 这时候你要展现自己 让自己脱颖而出 想办法拿到一个最高的薪资 想办法去走那条收获最大的路 专注自己的长板 这是我们在聚焦起需要做的事情 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 就是延续期 由于你在第一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 然后都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你会积累一些影响力 那这个影响力呢 会在延续期持续的去发挥 你在延续期就可以稳定的发展 大家要知道啊 到了这个职业生涯的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啊 很多人都在濒临退休了 你会发现 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可能没有那么好了 精力没有那么足了 我们的热情也没有那么高了 实际上这个阶段是一个危机四伏的阶段 如果你没有做好职业生涯规划的话 那么在这个阶段 你很有可能会面临降薪和淘汰 我在非你莫属上 经常会看到四五十岁的人来找工作 他们每次来找工作 我都会觉得很悲凉 就他们是因为没有做好职业规划 所以在四五十岁的时候 还要面临重新选择的难题 而重新选择就意味着什么呢 一个新的起点 那对比那些年轻人 你经历又没有他们好 你的大脑又没有他们灵活 那么你的竞争优势在哪里 没有 所以你就只能拿一个非常少的薪资 捧一个别人都不愿意捧的饭碗 所以这就是你没有做好职业规划的结果 大多数人都走在错误的职业道路上 就他什么都不想 其实我在招聘过程当中 也会遇到这样的员工 他只把他的职场生活当成是一份工作 反正我就干这么多 我也就拿这么多 他从来都不会考虑以后 就他的职业生涯到底会往哪里发展 他没有站在一个整体的全局的一个更长远的目光去看待 他现在这份工作 不会把他认为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环 那如果你只把注意力放在你眼下这一步上 而不是去看整条路径的话 很有可能你的职业生涯就是一场短跑比赛 就是越跑精力越不足 越跑人生的选择越少 越跑你的前进的道路就越窄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做职业生涯规划的一个重要性 没有这个规划 你就会盲目的找工作 如果你的工作找得不好 就像这个通用的前CEO所说 你的工作将会成为一辈子的劳作 这是我说大家一定要上求职营的第二个原因 它会让你拥有一个更清晰的找工作的思路 你千万不能成为这种人 就是当别人已经进入了聚焦期 已经开始发挥自己的长处 已经开始积累优势 已经开始所向披靡的时候 已经开始在职场上大放异彩的时候 然后你还在什么探索期 你发现呢你原来的路走错了 你发现可能你去了一家国企 心思很低 而且没有发展 可是已经在这工作了七八年五六年 积累了一定的人脉 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所以呢就是辞职也不是 不辞职也不是 但是那个时候你再重新去转变跑道的话 这个成本就太高了 那时候你就会出于一种焦虑 甚至煎熬的状态 所以我跟大家说 一定不要让你的职业生涯错位 第一个阶段探索 第二个阶段培养优势聚焦 创造自己跟别人的差异 第三个阶段保持你的影响力 如果错位的话 你会很焦虑 甚至会很煎熬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上求职课的原因 第一你没有找工作的能力 所以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为找工作 做准备 第二你的职业规划很重要 千万不要盲目找 否则你就会浪费光阴 那为什么大家要跟我们来学习这门课呢 在我们这门课程当中 你至少会获得三个视角的内容 第一个视角就是老板视角 我从创业到现在 我面试过的人也成百上千了 并且我在飞底莫属 做了很多期的嘉宾 我看过太多太多的求职者 我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而且作为老板 我有时候就特别着急 就是为什么求职者会这么说话 就可见他的思路都是乱的 他不知道他坐在这的目标是什么 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 所以他有的时候会错失很多的机会 所以在这门课程当中 你首先会获得老板视角 我会告诉你 就是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 他们到底要的是你身上的什么东西 你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展示这个东西 才能够拿到更高的薪资 才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 然后我们这个课程呢 还有专业的人力顾问团 他们都有很多年的这个人力工作的经历 所以在这个课程当中 你会获得人力视角 那人力HR 他们是怎么样看待求职者的 他们到底看中求职者的什么 他们认为求职者会犯的错误是什么 这是你会获得的第二个视角 在这个课程当中呢 你会获得的第三个视角 是前辈视角 我们课程也有这个 在四大根投行工作了很多年的前辈 然后参与 他调研过几百个公司是资深的职场人 所以这课程当中会有前辈的分享 到底应该怎么样找一份好的工作 这是为什么 是由我们来给大家上这门课的原因 那接下来我们会怎么样讲这门课呢 大家要知道找工作的时候 跟做职业规划的时候 一共要考虑几个因素 三个因素 第一 你要考虑你自己 你喜欢什么 擅长什么 优势在哪里 对不对 第二呢 你要考虑行业公司岗位 这些外部因素 第三呢 你要考虑整体的经济环境 这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的三个因素 而一个最好的职业规划 到底是什么呢 最好的职业规划 就是把你和外部的因素跟环境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最佳的资源配置 把你的能力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发挥带进 这就是一个好的职业生涯规划 所以我们的课程呢 至少包括了四个板块的内容 第一个板块 我们会教大家怎么样去分析那些外部因素 怎么看平台 怎么看行业 怎么看岗位 第二个板块呢 我们会带大家做自我认知 到底怎么样了解自身 发挥优势 怎么样去定自己的策略 那第三个板块呢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实战的经验 你的简历应该怎么做 你应该怎么去面试 你应该怎么去比试 然后最后一个板块 我们会分享给大家一个大招 叫大家拿到一份更高兴的工作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获得什么呢 你会有清晰的求职思路 而且你会为你的求职实践 做全面的准备 包括面试技巧和你的简历 然后你会掌握超群的加分技能 帮助你拿到比别人更好的工作 所以欢迎你来到我们第二期的 原创求职营 等结束之后 你会知道 这笔投资是很值得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